说到杨子,估计很少有人不知道他,他一直都是非常的热心和善良,用自己的魅力感染着他人。 此前,孟子义在回应咽压热搜的时候,也对他大家赞赏,称杨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人,还要他不用管保护好自己就行了。 这样一个人美心善的演员,自然也受到了众多粉丝们的喜欢,他的作品也是受到广大网友们的好评,不但如此,这部剧还要再往非播出了,一些优秀的作品会被购入版权进行播放,而《陈香如谢》被其购入播放,很显然也是非常看好这部剧,对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,这部剧看来是要彻底火出国门了,真的是每天都能看到这部剧的好成绩,一步一步向前迈进,能够看到杨子的作品,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,粉丝们自然也是非常高兴的,还有一个喜讯想和粉丝们分享,那就是杨子公布了新的代言,事业更上一层楼。 8月26日,杨子发文称,大家都猜对了吗?没错,很高兴迎接我的新身份,是奇瑞品牌全球代言人杨子,杨子还真的是造型百变,不管是什么风格,都能完美把持。 而在杨子官宣新代言之后,粉丝们也纷纷道喜,称,支持国民女演员和国产品牌汽车的强强联手,也有一些调皮的粉丝表示,想做杨子的副驾驶,跟他一起私奔,这件事恐怕广大粉丝们可不答应。 此次代言的国产车品牌,也与他亲和的形象相得益彰,说延旦进军农贸市场,指的是此前新作《陈香如谢》播出的时候,还带火了荷花,让荷花的销量增加了不少,这种出圈方式,还真的是少见,而且V榜发文,恭喜明星代言,也是非常少见的一件事。 看来,杨子的国民好感度确实是高,这也是他用自己的人品和实力换来的吧,希望以后杨子的事情能够更进一步,有更多优秀的作品,给大家带来更多经典的角色。